我觉得这个认输的话是对货币经济是一窍不通人才能得出这样的截然 那么二十四大战以后1944年建立了那个布林登森林会议的话 实际上以IMF跟世界银行 那么美元在这两个机构当中其实最主要的作用 那么在二战以后很长一段时间的话 美元的稳定使得整个世界经济的话达到一个比较稳定的一个状况 那么说到你刚刚提到那些 美国确实在发行美元过程当中的话得到了很大的好处 但是不要忘了美国承担了很大的义务在里面 就是世界警察的这义务 大家可以想象一下就是说如果是以人民币来代替美元的话 那么人民币就不可能享受把人民币的价格 整个汇率压低所给它的出口所带来的好处 因为你看一下国际上有一个叫Big Mac Index 就是那个汉堡堡大汉堡堡Index的话 它就是实际上全球到90%以上的国家都是把自己本国的货币压低它的汇率 然后取得出口上的好处 那么大家可以想象一下如果美元没有美元在这里承担的 因为这东西就有好处肯定有其他国家承担它的责任 如果没有美元在这里承担它的责任的话 那些发展中国家在二战以后的话 是不可能靠出口来取得这样的进步 所以我一直说这些发展中国家是得了好处还卖乖 得了便宜还卖乖 实际上他们从美元的所谓霸权主义上得到了很大很大的好处